Hello,大家好,我现在科拉玛伊,中国的石油城 我后面这个瀑布呢,叫做九龙潭 上面有九条楼 之前也在网上给大家说了 我之所以来这个城市是因为 我爸在这工作了25年 然而我只来过一次,待过三天 所以呢,又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又来到了这里 今天呢,带大家去玩一下这个城市啊 科拉玛伊这个城市呢,就特别有钱 就比如说这条河流吧 是人工打造的 哈萨克斯坦流过来的 花多少个月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要体验一下这个房车 因为在新疆有很多的美景 所以这个房车在这非常好使 我第一次来体验房车 我在网上的关注了很多玩房车的博主 就开个房车环游中国的 但我是第一次进到这样的房车里面来 驾驶舱和它这个后面呢 竟然是没有隔开的东西的 上面有一张床 然后有个冰箱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开车环游中国的计划 但是后来呢,泡汤了 所以我就去印度了 但我不是太想开房车 我更想通过自己改装的车 或者是在外面住帐篷 有可能我这一次回四川之后呢 我就会开一辆我爸给我的二手车 然后来自驾新疆再去巴基斯坦 当然巴基斯坦是不能闹下的 给大家说了一定要去巴基斯坦的 小姐姐们欢迎上车啊 开车一定要记得啊,记安全带 当然我后面还有指导师傅的啊 我已经驾龄五年了 请大家放心啊 我不太信任了 哎呀不要怕了 不要怕了 这个方向盘是几圈打死呢 一圈半 一圈半就打死啊 对,跟小车一样 其实因为它有的车是两圈 有的车是三圈 这是一圈半 对 所以开这个车就感觉开大货车 你知道吗 我觉得克拉玛伊这个道路啊 挺有秩序的 所以我才敢开车 一般我到了陌生的城市 我都不敢开的 这个真的是为克拉玛伊点赞 我已经体验完了 这个房车驾驶 但是我不能开着它掉头太长了 所以呢 就由师傅来执行这个工作了 这也是我的老乡 他也是四川绵羊的 现在已经是克拉玛伊时间 晚上九点多了 我们在公园里面 这树上有非常多的红苹果 竟然没有人去摘 很奇怪啊 刚才我们吃了一个晚餐 这边牛羊肉呢 非常好吃 有非常多的美食 看到了我后面的水墓表演了吗 在克拉玛伊每天晚上都会有 九点半到十点的时间 超级美啊 现在我们要坐上这个游船呢 去感受这个整条人工河的夜景啊 好不好 每天晚上看 这是我们同团的小姐姐 看看后面都在天前的表演 刚才我们那边也看了 正在看 你看这个还在拍摄 在拍什么 我现在坐在船的最尾巴上面啊 光线不太好给自己打光 看这后面的风景多好啊 我现在在迪拜啊 这沿岸全是灯带 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达了下午的那个九龙潭的这个 瀑布出口了啊 晚上有不一样的感觉 嗨 现在十二点了 终于靠岸了 刚才船长老师告诉我们 克拉玛伊人民热爱生活 不惜一切代价 打造这样的人工河流 然后来享受这里的这个沿河风光 然后呢 在这个戈壁摊上以前呢 现在竟然有那么多的桥 回来之后呢 这边呢这个喷泉已经停了啊 看到那边的房子了吗 我四年前来住过 我爸住那个地方的 但他现在住成都了 今天的一天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明天呢 还会在克拉玛伊去很多景点 然后拍给大家看 最近更新一直很慢 因为很多的原因 下一站是巴基斯坦 陆路过去啊 拜拜